因為其實我由6月9號 每個星期我都出來遊行的 但我覺得這個政府 完全沒聽過我們一個反映的民意 是不是 就算好像6月9號 你整百萬人上街 但是你都完全不聽我們的訴求 一樣照是說 6月10月我們會照二讀通過的 是不是 那你經常說 你們200萬人出來遊行都好 那還有500萬人來反對的 如果你這樣說 你不如說全民投票吧 全香港人每人一票 是想通過還是不通過 你又不敢 是不是 你只是一邊說 這個是為香港的法治 人家都說一次性引導都可以 為什麼你一定要說 這個送中條例一定要通過 你要聽一下文才可以 你一邊說人家暴徒 怎樣暴徒法呢 是不是 人家和平理性去表達 和平理性去表達 十幾年了 和平理性去表達 有什麼是不通過 是吧 是你說你人家行動升級 是你們那幫警察行動升級 是不是 人家走出來 坐在這裏 來聽這個民意 出出來就是譴責 譴責什麼可以 現在是我們香港人出糧給他 中聯辦出糧給他 你想想 個個個的特首退了優 除了曾任權這麼慘 個個都做人大代表 好像現在這個暑假 天天幾十度走出來 貪過癮 尤其是那幫建制說收過錢 我都想問在哪裏拿錢 我等一下走完去拿錢 大佬 是不是 我都沒有錢收過 我只是捐錢走街 整身汗 你現在看我 貪過癮嗎 是不是 你叫他那幫出來走 是不是 他那幫撐警 人家就拍到他 一車車 旅遊巴上的那些車 下來 派了錢收了錢 我們呢 你看這裏船 大漢打小漢 你買他們 是不是自己出錢搭車的 全部都是自己出錢搭車的 你要走出來 聽一下那些年輕人說的 一樣沒有建設 將來香港是這班年輕人 不是我們的 你林鄭和我差不多就是 睡棺材的